試一下,最後做出來的話 這個總共有三個按鈕,加一個自訂函數 按下去,如果這個有出現的話 表示第一個 OK 第二個就是把這個也做出來 再來的話,自訂函數就是插入函數 這邊要有使用者定義 特別注意,那個 function 之前也有同學 蠻妙的,他每次都因為習慣 sub 所以他就直接優標放這邊,然後按上面的執行 然後說,老師為什麼不能執行 對,很多耶,不是,你不要笑 真的,我遇到很多同學是這樣 我剛才想說,這個 function 不是在這邊執行 在哪邊執行 你要從插入,因為它是一個函數 所以你要從這邊執行 他跟 sub 不一樣,OK 而且他們兩個用法,特性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可能要慢慢習慣一下 VBA有兩種形式 這個使用者定義這邊才會出現 按確定,跳出來的話 一個,兩個,三個,結果 OK 確定,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OK,所以三個按鈕加一個自訂函數 最後就先把它儲存 這題大概先到這裡 再來的話,我們要看別的題目了 所以請會呢,再幫我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的文字裡最大的函數 151這一題 151然後一樣把它放大 再把它放大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這一題呢,非常邏輯,很簡單 請你把 B 欄的資料 抵抵折掉 打開,原來這樣 其實他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幫我把什麼 把刮鬍 如果有刮鬍,像這個沒有刮鬍 就沒有 有刮鬍怎麼樣 Ctrl C 在這邊Ctrl V 對,應該有了每天都這樣 點兩下 Ctrl C C Ctrl V 對齁 然后点两下 所以每天都在这样子 那其实说真的 这效率实在是太低落了 如果资料少还可以 如果你资料一多的话 每天就点两下 然后一天能做几笔呢 对了不起好了 一个早上可以给你做个一千笔好了 但问题是 你一个早上去做这个吗 如果你会写 这不用写VBA 会写VBA更好 按个按钮就好了 不到一秒钟就解决了 那如果你不用写VBA的话 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 用哪些函数可以完成 其实这边的话 至少会有三个函数吧 第一个就是前刮弧 后刮弧 把中间的资料切出来 放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用FINE函数 FINE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 练习我建议是把它放B3 参与函数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文字函数里面有个叫FINE FINE F开手这里 有没有 寻找 寻找 寻找什么 前刮弧 你就跟他讲 你帮我找找看有没有前刮弧 他就告诉你 所以按FINE 然后找什么呢 找FINE test 找钱刮弧 然后呢 点底下一下 他蛮贴心 他会自己加 所以你不用加 前后删以后 那V11是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他告诉我什么 他的钱刮弧在第几个字 123 有没有 所以他只有3回来了 OK 然后你按确定 3 但问题 3 然后呢 还要后刮弧 后刮弧应该是 3 4 5 6 7 8 9 所以把3跟9中间的资料切出来 放到这里 那用哪一个 用MID OK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 1 先用FINE 前刮弧 然后把公式先剪下 不包含等号 2 你做的话呢 就直接再用MID MID 这个 然后就做什么呢 Test 你的资料在哪里 在这里 哪个字开始啊 我的钱刮弧找到的后一个字 有没有 后一个字 所以加1 第四个字开始 那要几个字呢 几个字 把这个公式贴上 从后刮弧 所以他贴上是钱刮弧 把它改成后刮弧 第九个字 不对啊 九 应该减四才对 九减四就五个字嘛 有没有 九 啊这个是第四个字嘛 可是问题啊 我们可以减掉 那怎么会知道是四呢 减掉这个字 诶 减掉应该 前刮弧的位置是三嘛 所以还少一个字 所以有没有 再多减一个 有没有 第三届冠军 啊为什么多减一个啊 应该知道意思吧 因为我们这个fine 是钱刮弧的位置啊 在这里 可是我应该从d开始 所以插一个字 减一 OK按确定 好 不过呢 你向上填满 向下填满 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用fine函数啊 假如你给他的资料里面 没有前刮弧的话 也没有后刮弧 他会回复给你结果是错误 反正呢 只要是紧开头就错误 什么错误啊 value 资料错误 意思什么 你不是叫我帮你找前刮弧吗 可是你怎么给了我一个资料 是没有前刮弧的 他意思是这样子 那你是不是有问题啊 所以你看到紧开头 错误了 OK 那怎么办 你可以过滤掉 那怎么过滤掉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再插入一个逻辑里面的函数 这个 如果 因为只要紧开头的话 特别说就是表示错误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ifl 这个l的这个 就是错误了 其实应该是二合一的 如果 发生错误的话 那做什么处置 所以呢 按确定 把刚刚的公式贴到value 不包含等号 OK 如果他发生错误 要怎么处理 把它删掉 删掉 那怎么删 特别说清除是什么 空空空空白吗 不是哦 清除是这样 还记得吧 我们清除不是两个双以后 一样的道理 VVA跟easell 都是两个双以后 中间不要放东西 不要没事给它中间加一个 我之前有遇过的同学 很奇怪 你干嘛 你没事加一个空白 这样 不好是可能习惯问题吧 记得哦 不要加这个 加了反而处哦 按确定 好 然后向下填满 好 大功告成 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三个动作哦 一 先用find 千瓜糊 二 用mid 找他 千瓜糊加1 有没有 从哪个字开始 到几个字 后瓜糊 所以我是贴上改 改后瓜糊 然后 减掉那个千瓜糊再减1 因为多一个字 再用ifl去过滤 这个其实云端上也有答案 所以如果你怕你记不太起来的话 你可以再到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文字与资料函数 应该是哪一个 151 151 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 点开来 刚刚写的完整的公式 答案就在这里 完整公式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边的话呢 总共用了三个函数 三个函数 9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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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